他跑去自我轮胎 他跑去自我轮胎 他跑到我家去自我轮胎 朝道远景都到场帮忙调解 但男子也对这名口罩男指控连连 现在是合约已经过期了 完全没有合约关系他还不走 他就有 他就变成他是霸占我人 原来对方长期基建房租却赶不走 房东更加码指控 代步工具被这名房客恶意毁损 机车轮胎上被刺破一个小洞 原本以为是压到尖锐物 但掉约监视器才发现机车旁有人影 疑似是欠租的房客不满被提告驱赶 特地找到房东的住处 次态报复 这户租客一家四口 每月租金两万两千元 欠了七个月租金不付将近二十万元 好几次被催讨 一家说疫情影响工作 一家说出车祸 得付医药费 即便判决下来 还是折腾了一段时间 才成功让他们搬走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您去乡 实际拨给被指控的卧信房客 电话未接通 结告前站无回应 但不缴房租还次态报复 房东忍无可忍 已经再度提告 TVBS宣话就过来 太不倒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 谢谢观看